第531张银色身影 有种杀了老子 名门正派 哈哈哈哈 我呸 尽管来吧 能从姑奶奶的口中 问出一个字 姑奶奶我跟你姓 走狗 位于捉风的石窟囚牢里 被囚禁的魔教高手 在看到李牧和丁尼走进来之后 纷纷破口大骂 看着两人的目光 像是要将两个人吃掉一样 囚牢位于山腹之中 有特别的通风孔 终日不见阳光 石壁上都有新加持的阵法 用来防止有人逃脱或者是劫狱 囚牢第一层囚禁的 都是先天以下的普通魔教高手 中间一条涌道 涌道两侧是在石壁上掏挖出来的石室 金铁栅栏封住门口 里面的高手 都被封住了胸尾 和普通人差不多 丁尼被这些魔教高手 吓得心中恐惧 腿肚子发软 面色大变 但他还是走在了李牧的前面 拉着乘在饭时的铁皮车 道小段 不用怕 这些人死鸭子煮熟了嘴音而已 他们根本出不来 李牧点头没有说话 他在暗暗观察着这些被抓的魔教高手 男女老少都有 甚至还有穿着盗袍和僧袍的出家人 身上都带着伤 有的是战斗时留下的伤势 也有的是被西海剑派拷打的疤痕 有人浑身是血 半死不活地躺在地上 有人沉默地坐在牢房里 也有人大喊大叫 脾气暴躁 目视李牧两人 二三天 给一顿饭 这是西海剑派定下的规矩 而所谓的饭 也不过是掺杂了沙利的糙米饭 确保俘虏不会饿死就好了 李牧和丁义 用铁锹将糙米饭丢进牢房里 宛如猪圈一样的石草里 算是完成了投食 这个过程 是有西海剑派弟子在旁边监督的 第二层牢房是水牢 共有二十间 都是半水牢 里面关着的都是先天 天人境界的强者 不但被封印了真气 体内还都盯着风铃寺 打入经脉通道和各大关节 以黑色铁锁 锁在了石柱上 开手更加严格 显然是害怕这些人逃脱 这些人 都是一个人一个牢房 基本上全身上下 都是累累伤痕 都被拷打了一遍 收到了各种酷刑 不过依旧有人还活蹦乱跳 将铁锁拽得哗啦啦作响 看到李牧两个人进来 拖着铁锁冲过来 一副责人而逝的凶狠样子 等老子有朝一日出去 定然杀光你们这些正道砸碎 呸 使人暗算老子 算什么本事 有本事放我出去 咱们正面决斗 也有人在大喊 将第二层的饭食送完 两人拖着铁皮食车 要往第三层送的时候 被一名叫做正强的西海剑派的先天弟子给拦住了 第三层中关押的是重饭 不用送饭 你们回去吧 正强神色警惕帝打亮着二人 语气不容置疑 丁义一愣道 可是其师兄说 其震的话 在这里不管用 快滚 正强不容置疑帝道 丁义犹豫了一下 道 哎哎 好好好 这就走 两人往出来走的时候 来到一层 就看到有几个西海剑派的弟子来牢房提人 直接从一个囚牢里 将一对年轻夫妇拖了出来 要带去行事拷问 牢房里还有一个小女孩 冲着年轻夫妇大哭间喊着 爸爸 妈妈 不要啊 把他们女儿也带着 嘿嘿 一会儿拷问的时候 有用处 带头的西海剑派弟子 看到哭喊的女孩 眼珠子一转 突然想到了什么 音音一笑道 立刻就有两位西海剑派弟子 冲进牢房 其他魔教高手拼命地阻拦 想要保护女孩子 但他们被封印住了修为 比普通人强壮一点而已 如何挡得住这两名如狼似虎的西海剑派弟子 披连几拳 就被打倒在地 将那看起来只有七八岁的小女孩儿 如拎着小狗一样从牢房里抓了出来 那一对年轻夫妇 一脸绝望之色 他们不怕任何的酷刑和拷打 但是年幼的女儿 不该带着女儿来属山啊 李牧微微皱眉 想要说什么 一边的丁一 连忙一把拉住他 道 小段 别冲动 你就不了他们 李牧点点头 没有再说什么 的确在这里动手 反而是连累了丁义 况且牢房里这么多人 仓促出手无法全救 而且现在救了人 能够带到那里去 李牧的真气修为 还未完全恢复 并没有自达到认为自己可以以一己之力 将整个四城盟 三大剑派和两大势加挑翻 何况 暗中还可能存在天外修士 两人推着石车 出了石窟 回到了住宿区 脚断 看开点 这就是江湖 丁一安慰李牧 我有点累了 先回去休息了 李牧找了一个借口 回到自己的时事中去休息 丁一看着李牧的背影 摇摇头 江湖 从来都是听起来美如画 但真正品尝起来 满嘴都是鲜血啊 李牧回到时事 第一时间赚了一身衣服 蒙面 然后悄悄地摸了出去 朝着刑房的方向走去 不管怎么样 都要先救人 既然魔教可能是李白所见 那与地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绝对不能坐视不理 以混沌真气催动倒数 近乎于隐身 李牧很快就靠近了刑事区域 但就在这个时候 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还没有来得及李牧出手 刑事区域已经乱成了一团 中围燃烧起了大火 喊沙之声传来 就看一个全身都裹在荧光之中的奇异身影 竟是将那对夫妇和小女孩 从刑事之中救了出来 正在趁乱 朝着珠峰下面逃去 有人提前动手了 李牧亚然 什么人 竟敢在我西海剑派的眼皮底下救人 哼 不知死活 给我留下来 一道剑光瞬间破开虚空 速度极快 朝着这边追来 驻守形式的西海剑派的顶级强者出手了 剑光如电 起码也是天人级的存在 一股灵力骇然的压迫力 碾压而来 快走 那荧光身影低喝 转过身来 让年轻夫妇带着小女孩先逃 自己要留下来抵挡追来的高手 就在这时突然一变咒声 砰 那追来的西海剑派的天人极强者 人还未落地 突然在半空之中 被什么东西给击中 仿佛是被箭矢射中的西瓜一样 骤然爆裂了开来 血水骨骼落在地上 死得不能再死了 荧光身影呆了呆 旋即转身 迅速离去 另一边 李牧尹身在暗中 又连续施展玉刀术 斩杀了追击而来的四五位 西海剑派的强者 这才抽身离去 而西海剑派的人 在连接损失了六位先天以上的强者之后 纷纷变色 不敢再追了 惆怅不前 等到宗门中真正的圣级 大圣级强者赶来时 不论是荧光身影 还是那对夫妇和小女孩 都已经逃得无影无踪 追 就算是绝地三尺 也要将人给我找出来 七海剑派长老林雨晗怒吼连连 整个鼠山区域 基本上都被正道联盟所控制 洒下了天罗地网 他不信 逃出去的囚犯可以真正逃脱 林雨晗仔细观察被斩杀的庶民先天 天人的伤势 感应空气之中的波动 面色凝重了起来 那个暗中接应逃犯 且出手偷袭的人 有大圣级的修为 这就很可怕了 大圣级的强者 在苦心上绝对算是一方诸侯了 仅次于破碎之境的七大至尊 不好对付 而且竟然还悄悄地潜入到了捉风 隐藏欲暗中 就更加可怕了 李牧回到了自己的时事中 他拦截了西海剑派的追兵之后 顺着银色身影等人的路线追了下去 想要弄清楚这个人的身份 最好能够与白地城内的人联系上 谁知道以他的速度追下去之后 竟然追丢了 搜寻一番 没有发现 他只好暂时返回 那银色身影 实力大概就在天人出街 还带着三个累赘 按理来说 跑不远 结果 这就让李牧有点尴尬了啊 做了好人好事 对方可能都不知道 一会儿 就听丁一在外面敲门 脚断 你还在睡 快醒醒 出大事了 丁一把门敲得咚咚咚乱响 李牧顾坐刚醒的样子 打开门 怎么了 有魔教高手节育啊 捉风上现在都闹翻天了 丁一神神秘秘地道 你记得那对年轻夫妇 和那个小女孩吗 啊 怎么了 被人就走了 有魔教强者潜入 不但就走了人 还斩了西海剑派一位长老 和五名核心精英弟子 如今西海剑派都快发疯了 丁一道 有这种事 李牧假装不知 丁一道 现在捉风上 各个附庸势力 都在西海剑派的要求下 正在排查有可能潜入的内奸 局势严峻啊 待会儿 要是有人过来盘查 你就说你一直都和我在一起 千万别乱说 明白了吗 李牧连忙点头 丁一叹了一口气 道 哎 早知道 不带你来了 现在反而是害了你 一会儿 果真就有风云宗的弟子 在西海剑派强者的监视下 过来询问调查 李牧和丁一两个人 相互作证 没有问出来什么端倪和破绽 也就顺利通过了 毕竟 他们两个人 丁一不过是一个大宗师 而李牧表面上看起来 连泪气都没有修炼出来 也没有什么人会怀疑他们 这丁一 人品还真的不错 李牧感慨了一句 接下来十几日 却又陆续发生了石窟囚犯 被救走的事情 令西海剑派上下 大为震怒 那荧光身影 神出鬼没 不管西海剑派如何防备 暗中设服 都不能捉住这个荧光身影 而他每次救的人不多 但总能救走 且一旦离开捉风 就像是融化在了空气中一样 再也找不到 这令李牧也很是震惊 他每次也都会帮助荧光身影擦屁股 解决掉一些追兵 但也是一转眼就追丢 根本没有办法追到其踪迹 随着时间流逝 一个月过去 魔教和正派之间 又陆续有几次规模不小的战斗 但都不具有决定性 魔教蜷缩在白地城内 正派七大势力联手 一时之间 竟然是攻不进去 局面无比僵实 而李牧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 体内混沌真气不断的壮大 已经重新修炼到了天人境 这样一来 他对于接下来的计划 就更有信心了 第532章公平决战 已经遇到了不少的尸体了 这里好像是发生过大战 焦东 陆迅 洛璇 新和秋水明四个人 进入了空间迷雾之后 运气不错 被传送到了同一个地方 很快就会合了 其他人被空间迷雾传送到了哪里 就不太清楚了 楚山洞天的内部环境 和他们想象的差不多 一座座如孤剑一样的独风 屹立在大地之上 山峰彼此之间 并不相连 深邃大剑 阴障弥谜 遍布于山间 他们只能在孤风之间的峡谷中行走 抬头望天 只能看到一线天 不同的是 此间山峰之高 远超地球上的任何山脉 数万米高 悬崖峭壁 90度乃至于 与地面形成了锐角夹角的石峰 太过于陡峭 以他们的实力 还无法攀爬到顶部 而他们很快就发现了 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现象 这个属山冬天 有非地球生物生灵的存在 因为在山剑山谷之中 他们看到了战死的人类尸体 穿着类似于古代的音物和甲咒 残肢断壁 破碎的尸体 在山剑峡谷中时常可见 还有一些奇异的半人半兽的尸体 似是从天穷或者是孤风上坠落下来 摔得残缺不全 鲜血染红了见水 这绝非是地球上的生物 属山洞天 是第一个存在着智慧生灵的洞天世界啊 而且 从这世残尸断壁上来判断 这些智慧生灵 已经演化出了相当的文明体系 他们的实力 比我们高很多 得小心了 陆迅指着又遇到的尸体 道 你们看 这些尸体 绝对已经死去很久了 但他们的肌肉血液 却如活着的人一般 这符合老师所说的先天境界 强者死后血肉不服的征兆 只怕这些死去的人 都是先天级的存在 落悬心点点头 他是吸血鬼体质 对于先血最是敏感 道 我嗅到血液里 有强大的能量 地球上所罕见 这些王者 生前都非常强大 有什么人 能够杀死他们 秋水明的神色 显得很凝重 道 一路走来 我们已经见到了 不止数百具尸体 河沫多的先天强者 能够杀死他们的 必定是无比可怕的存在 若是我们遇到 凶多吉少 会是老师描述的 那个世界吗 焦东若有所思地道 因为接受了 李牧的亲自教导 所以中华武林的四壁 都称呼李牧为老师 正说着 前面峭壁之后 突然传来了 低沉的身影声 似是重伤者 无疑是发出的声音一样 自人心中一领 有活人 江户对视一眼 功力都提升到了顶点 四个人 小心翼翼地绕过峭壁 看到一块巨大岩石后面 一片残肢断壁之后 有一位身穿绿色长裙的 十七八岁姑娘 左肩和双腿 都受了重伤 陷入昏迷之中 口中发出无疑是的身影 鲜血将绿群染红了一半 真漂亮 这三个字 几乎是四人看到这个小姑娘时候的第一反应 像是画里的仙女一样 四人之中 若玄心也是地球上的大美女之一 但和这个少女比起来 略有不如 似乎是感应到了有人靠近 昏迷之中的少女 突然睁开了眼睛 听说了吗 正道联盟决定与魔教进行公平的决战了 丁一总是消息最灵通的那个 公平的决战 李牧看向他 也就是说 正道联盟也觉得之前的决战不公平 扑 丁一刚喝进去的茶水一下子喷了出来 然后又一副小心翼翼怕事的模样 道 你小子 别瞎说 要是被其他人听到 你估计也得挂上一个魔教余孽的名头 李牧一副怕怕的表情 三天以前 随着西海剑派的当代掌门人西海一剑 谈如双道来 坐镇捉风之后 那个银色身影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石窟囚牢也没有再出现囚犯逃脱的事情 很显然 是当时七大至尊之一的西海一剑 震慑了暗中的魔教高手 不敢再出现 当代正道七大至尊 都是破碎尽的修为 先人不出 谁与争锋 但问题在于 魔教归缩在白地城之中 正道联盟强攻数月 不能攻克 一鼓作气 再而衰 三而解 士气逐渐有下落趋势 于是乎 正道各大首脑 决定正面挑战魔教 双方各自派出十名强者 公平对决 如果正道赢了 那魔教就退出白地城 十年之内 正邪西战 如果魔教赢了 正道释放被擒的魔教强者 撤军 并且向魔教进行赔偿 这个 魔教的人 除非是脑子坏掉了 否则不可能答应的吧 李牧听闻丁义唾沫 横飞的描述之后 很惊讶地道 魔教做雍白地城 正道既然攻不破 那就一直处于绝对安全状态 为什么要进行所谓的公平的决战 何况一旦败了 就要交出白地城 那不是在开玩笑吗 这些年 魔教之所以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存在 就是因为有白地城这样一个最后的据点 一旦交出白地城 哪怕是正邪十年不开战 那十年之后呢 十年之后 失去了堡垒据点的白地城 还不是案板上的鱼肉 任人宰割 哈哈 恰恰相反 魔教答应了 丁义大笑道 李牧这回是真的惊讶了 道 这是为何 丁义笑道 哈哈 还是得靠我这个明满江湖的大侠 来替你答疑解惑啊 因为有消息传出 如果白地城九宫不下的话 天上的仙人 就要降临了 一旦仙人降临 白地城肯定是守不住的 魔教不答应也得答应 哦 忘了这一茬 李牧拍了拍脑门 丁义接着卖弄一样道 传闻 白地城下方 有仙人也掩热的宝藏 所以只要魔教退出白地城 仙人也不会赶尽杀绝 还可以得到十年休养生息的时间 十年之后的事情 谁说的准呢 总比现在就被仙人灭绝的好吧 李牧心里呵呵了一下 道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正道要是输了 就一定会撤军吗 仙人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宝藏 还是得下凡来杀戮的吧 丁义语气一致 道 呃 仙人应该会说话算数的吧 李牧心里继续呵呵 仙人 那些天外修饰的面孔 李牧可是见识过的 为了利益 什么事情 都做得出来 反正魔教是答应了 丁义道 看起来 魔教在无退路 只能答应 反正这次决斗对决 也许是想要拖延一些时间吧 嘿 你这个小书生 操心这么多干嘛 像是我这样明满江湖的大侠 都不理这些破事 看热闹就行了 李牧悠悠地道 正邪大战 杀戮漫天 要死多少人啊 丁大哥 你是明满江湖的大侠 何不阻止一下这样的大战啊 你能做到的对吧 丁义毫不犹豫地道 这个当然能做到啊 不过 我已经看待了名利 也厌倦了江湖 不想管这些破事 李牧 那你还来看热闹 丁义 啪 他拍了一巴掌 李牧的后脑勺 道 你今天怎么这么多的废话呢 正说话之间 外面传来脚步声 包括李牧和丁义在内的所有外踪杂役 都被集中了起来 正位是玄机世家的首席政法大宗朱宏大师 负责政协比武擂台的搭建 一名西海剑派 向数千名的杂役 他宗弟子介绍一位头发灰白的中年人 道 从今天开始 所有人听从朱大师的安排 建造擂台 啥 还要专门搭建擂台 玩真的 还是要暗中做手段 谢谢你们 绿衣少女情儿 心怀感激地对落 玄心四人道 在陆逊 肖东 落玄心和秋水明的照顾下 她的伤势 恢复了很多 终于可以勉强运功疗伤 体内毅力和内伤 也趋于平稳了 晴儿妹妹不必客气 你到底是怎么受伤的 落玄心笑着问道 经过了这几天的接触 四人发现 叫做晴儿的小姑娘 是一个正宗的人族 而且性格开朗纯真 很好接触 之所以能够和晴儿 进行语言交流 是因为在地球上的时候 老师李牧曾经教过 他们一些神舟大陆的语言 和因先兴趋流行的主流语言 没有太大的区别 掌握一门外语 还是蛮重要的 李牧当时考虑的比较长远 是要带这些各地球天交 进入星河 结果如今提前用到了 宗门大战 我们遭遇到了突袭暗算 我和小姐他们走散 被人追杀 从见风上坠落 晴儿说起这个 立刻就着急了起来 道不行 我得赶紧赶回去守城 晚了就来不及了 守城 什么城 陆续忍不住问道 晴儿惊讶地道 你们不知道 那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你们这样一幅奇怪装束 不是持人神教之男的弟子吗 秋水明捂住额头 道 其实我们是迷路了 误打误撞才走到这里 所以 还搞不清楚状况 晴儿道 竟然是这样 也对 你们的实力 太低了 应该无法进入属山才对 可是你们这副奇怪打扮和模样 一旦被四城门或者是三大剑派的人看到 一定会认为是神教的人 难逃一死 不如你们和我一起去白地城吧 神教会庇护你们的 白地城 陆续似人一口同声的惊讶 这个名字 很熟悉啊 地球上也有一个白地城啊 楚山 白地城 都是地球上有的名字 这是怎么回事 自人一番商量 最终接受了晴儿的建议 我知道一条靠近白地城的密道 晴儿道 是小姐告诉我的 其他人绝对不知道 我带你们去 第533章意外之变 嗯 这是隐匿于捉风之下 一处极为隐蔽的天然小山洞里面修炼的李牧 突然心血来潮 停止运工 感应到了一股极为熟悉的力量波动 从东方传来 不可能啊 李牧的面色 极为震惊 这种力量波动 乃是当初他在地球的时候 给一些中华武盟的重要人物的保命欲绝 遇到危险 催动欲绝 既可以形成护照 支撑一段时间 也可以向他传讯 有人在催动欲绝 而且距离似乎很近 怎么回事 欲绝的威力 在地球上 应该算是很强大 不管是在地球的任何角落 只要一催动 李牧都可以感应到 但如今苦心距离地球 至少也在十三亿光年之外 按理来说 不可能感应到啊 诡异 太诡异了 李牧也觉得无法理解 去看看 李牧停止修炼 化作一道流光 从山洞之中出来 欲刀而行 朝着欲绝波动的方向 急驰而去 退 快退 积圣宗之仪的古月宗长门人古浪 目姿欲裂 大吼着 喷出一口鲜血 目姿欲裂 他的身后 中华武盟的十几位高手 还有军方的强者 各个胆伤 已经有数人战死 砰砰砰 军方强者手中的热武器 在疯狂地喷射 这种特质的热武器 威力巨大 喷吐吐舌舌 形成了火力网 对面扑来的树道身影 闷哼几声 身上雪花绽放 倒飞了出去 才让冲来的人群 有了一些忌惮 脚星 魔教的武器古怪 围住他们 盾牌 需要盾牌 围攻的人群 是古星世界三大剑派之一的西海剑派的强者 数十夕之前 在偶遇到了来自于地球的团队之后 西海剑派的强者们 很快就做出判断 认定这些人是魔教余孽 第一时间就展开了攻击 而猝不及防的地球中国团队 一下子损失惨重 面对这并不熟悉的热武器 在连续损失了数位大宗师级的弟子会后 吐起胡若之间闪烁 不断的变换位置 动作快如闪电 军方强者的热武器无法准确的命中 不过热武器的爆发 好歹是扼住了西海剑派的突入势头 两位武盟的强者将之前因为掩护众人而强行接了对方一击而重伤的古月宗古宗古浪接应了回来 你们是什么人 古浪愤怒地大喝 为何袭击我等 遭遇到了突然袭击的他们 还没有彻底反应过来 对于这种突然到来的敌意和杀戮 无法理解 一阵呼喝声 从对面传来 似是回应 然而对方到底在大声呼喝着什么 古浪等人听不懂 语言不通 但从架势姿态来看 并没有任何妥协的意思 一副要赶尽杀绝的姿态 很快 中华武盟和军方强者 损失过半 只剩下了二十多人 被围在了一个环形峭壁之下 依靠热武器掩护 让对方无法冲进来 但他们也不可能冲出去 搜 一道暗器流光从飞射过来 一位正在瞄准设计的年轻军方强者 闷哼一声 额头插着一柄铁剑 倒了下去 怎么办 古浪心急如焚 这一次的洞天探索之行的遭遇 绝对是之前没有想到的经历 竟然遇到了土著强者 而且还是如此可怕的武道强者 平均实力强了太多 说起来 中华武盟和军方强者的联手 在地球上可以说是绝对的第一势力集团 无人可以相抗 也没有哪个国家的势力 可以预知争锋 但是 与对方偶然相遇 一触即溃 这些土著强者 看起来非常的狂热 充满了杀戮和战斗欲望 大吼着什么 可惜根本听不懂 再这样下去 就要全军覆没了 古浪是地球七圣宗之一的掌门 也是这一次鼠山洞天探索的中国团队总负责人 眼看着身边的年轻战士 武盟的强者 一个个倒下 他心中愧疚 勿资欲裂 这些人 可都是国家的宝贝苗子 都是苦心培养出来的武道人才啊 却像是割草一样被斩杀 他的心 都在滴血 如果能够拼命 他早就冲杀上去了 踪踪 暗器不断地飞来 古浪不要命一样 站在所有人的最前面 规武着手中箭 格挡暗器 但很快身上就连中束创 插了好几个暗器 他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量 支撑着他 死命地抵挡 哪怕是血流如柱 都不退下 师父 师父 徒尔丁科 拼命地想要将他拉回去 战斗惨烈 不要再杀了 抓活的 远处 来自于西海剑派的外门长老林郑大吼 他很兴奋 抓住这些奇奇怪怪的魔教之人 带回捉锋 可以得到重赏 是一笔大肥肉 军队掩护 武蒙的人 突围巴 能逃出去几个算几个 军方的指挥官叹了一口气 这个决定 意味着军方的人 可能要都埋葬在这里了 可他们是军人 最危险的时刻 必须站出来 这是军人的使命 如果李沙神在这里 就好了 一名武蒙的年轻强者 大声地道 是啊 所有人都是这么想的 可惜 谁都知道 李沙神这一次并未进入属山洞天 然而 武蒙和军方的人 组织起的数次突围 都很惨烈的失败了 而且 随着时间的流逝 军方的热武器丹药 已经消耗完 对于敌人没有了威慑力 七海剑派的五十多名弟子 将古浪等人 四面围了起来 跪下 投降 否则 那你们的头回去领赏 林阵宁立在虚空中 俯瞰地球众人 掌握着生杀大权 虽然古浪等人 并不懂对方的意思 但从眼神和语气之中 却感受到了一种细血和鄙夷 还有那种是他们如牲口的精灭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古浪主见而立 无比悲愤 大声地质问 扎了他 林阵微微皱眉 他看出来 这个老头是魔教余孽的首领 意志相当顽强 这种人留着没什么用 用头颅去捉风凌赏就好了 一名先天级的西海剑派弟子 直接出手 剑如流光 展向古浪 其他地球武者和军人 想要挽救已经来不及 先天级的强者 出手之强 也绝非是他们所能抵挡 千分之一瞬的电光石火之间 眼看着就要剑光飞过 人头飞起 这时 突然一道刀光 后发先至 一闪 就看剑光破碎 炸开 那出手的西海剑派弟子 砰的一声 就化作了一盆雪雾 散开 绝水剑射在了林震等人的脸上 什么人 林震大害 下意识地回头看去 但什么都没有看到 等到回头过来时 却看到 一个身穿着杂衣服式的高大身影 站在了古浪等人的身前 因为是背对着他们 所以林震第一时间 看不到这个人长什么样子 但下意识觉得 应该很年轻 是李牧 古浪等人 看到李牧的第一时间 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 然而所有人立刻就被狂喜所淹没 东方杀神 无所不能的存在 古前辈 你们 怎么会出现在这个世界 在看到古浪等人的时候 李牧也有点难以置信 这可是阴险星区 距离地球十三亿光年以上啊 怎么一转眼 一下子数十名的地球人 就出现在了眼前 简直和做梦一样 难道也是从涅龙山空间漩涡 不可能啊 难道他们不用经历天节的吗 而且自己曾经叮嘱过 让地球人不要进入 秦岭洞天的那个漩涡 离开之前 他曾经再度以真法封印过 其他人是无法进入的 阁下什么人 竟敢包庇魔教余孽 林阵反应过来 大喝质问 同时 他以目视以周围的西海剑派弟子形成包围圈 林阵感应道 李牧的能量波动并不强 所以毫无畏惧 还以为是附近的魔教高手 文讯之缘 正好将其拿下 又是大弓一剑 秋 刀光一闪 西海剑派的弟子 还未反应过来 就看林阵在半空中 突然人头就飞了起来 然后如两节枯木一样 坠落了下来 连一句话都没有来得及说 不好 西海剑派其他子弟看到这一幕 大惊失色 长老被秒杀 他们一时到遇到了绝对强者 上时间丧失斗志 转身奔逃 快逃 这人是魔教宗主级人物 快去汇报 西海剑派弟子四散奔逃 李牧头也不回 轻易一转 刀光闪烁 忽生忽灭 一个呼吸之间 五十多名西海剑派弟子 技术化作刀下亡魂 无疑漏网 地火缭绕 将他们全部都焚烧成为灰烬 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 李沙神 我们 你终于 鼓浪终于松了一口气 才说了几个字 突然眼前一黑 再也支撑不住 身体一软 直接朝前倒下 李牧扶住鼓浪 刚要说什么 突然面色一变 察觉到了什么 道 有人来了 跟我走 先离开这里 他带着众人 第一时间离开 片刻之后 树道光滑闪烁 西海剑派的数位锦袍长老及强者 赶到了战斗现场 然后又是一道道剑光闪烁 数百名的西海剑派先天级以上的弟子 从四面八方 将这片区域都包围了 嗯 逃得这么快 林阵的生命气息 最后消散之地 就是这里 林阵虽然只是一个外门长老 但也有半步天人的修为 却连警讯都没有发出来 就被杀 敌人的实力很强 至少也是魔教护教长老级的人物 追 他们逃不了多远 一位身穿紧袍的西海剑派内门长老冷声道 魔教的人 还敢出白地城 属山之中 已经是天罗地网 就算是破碎金 也难以逃脱 嘿嘿 这个魔教余孽 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第534章100米 还有这样的事情 李牧听完古浪等人的叙述之后 简直有点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 地球上的属山洞天开启 竟然直接将众人传送到了苦星上 难道地球上的属山 和这个世界的属山 其实是有着某种奇妙的联系 并非是仅仅是因为当初李白怀念地球家乡而随便取了一个名字 而且 还有更古怪的事情 从地球来到苦星 按理来说 如古浪等人 是会引动天结的 虽然他们的实力并不强 但不同的世界之间 节气移动 必然会有天结降临 只是结束的强弱而已 可古浪等人 并未遭遇到天结 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更让李牧有些担心的是 既然萧东 洛玄心 陆逊和秋水明四个人 也进入到了属山洞天 会不会也遭遇到危险 这四个人 是他为地球选择的互道之人 都是天赋卓绝 正常修炼 日后进入破碎境 甚至冲进更高境界 也不是不可能 若是失陷在这属山之中 那可就得不尝试了 突如其来的意外变化 将李牧的计划 完全打乱了 必须想办法 将众人安排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 否则 以他们的实力 被当作是魔教余孽的话 那根本难党正道的围杀 李牧的心情很沉重 损失太大了啊 中华武盟和军方挑选出来的人 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损失一个 对于国家和民族来说 都是难以承受的 何况这一次 一下子损失了数十人 简直是一场灾难 他正私存之间 远处见风之间 流光闪烁 一道道的剑光 仿佛是蝗虫过境一样 游走在峡谷里 朝着这边搜过过来了 追来了 这么快 李牧骤骤眉 七海剑派的反应 比他想象之中的快了许多 而且很快就察觉到了踪迹 朝着众人隐身之地寻来 看来对方是有一些特别的追踪法门 同一时间 鼓浪等人 也都看到了那漫天迟掠而来的流光 遇见飞行 这在他们的心中 乃是传说之中的剑仙之流啊 一下子 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 李牧在地球上所向无敌 其代表特征之一 就是可以遇到飞行 飞行被看作是强大的代名词 而一眼看到这么多遇见飞行的强者 鼓浪等人 下意识地就认为 这追来的一百多人 每一个都是李牧这个级别的强者 巨大的危机感 一下子淹没了他们 我去引开他们 鼓浪身上的伤势 略微恢复了一些 挣扎着站起来 道 我这把老骨头 丢在这里无所谓 但是小木你带着大家走 一定要保住这些年轻人啊 他们是中华的未来 不能再死了 他的心里充满了富旧感 作为这一次鼠山洞天的团队负责人 却眼睁睁地看着那么多人牺牲 心如滴血 师父 不 你 丁科大吉 他是孤儿 从小被鼓浪收养 带入古月宗 是鼓浪如亲父 还是让我们来引开这些人吧 李顾问 其他的事情 就拜托了 军方指挥官名叫冯军 很普通的名字 相貌也很普通 销瘦 戴着眼镜 个头不高 但却沉着冷静 坦然的笑笑 道 直解沙场为国死 可须马格果失海 我们是军人 李目站起来 神色平静地道 不用 对付这些杂鱼 还不用逃 你们稍等 我去收取一些利息 我们的血 不能白流 话音未落 他已经化作一道流光 主动迎了上去 璀璨刀光 宛如茫茫天河展落 无数道流光 从李目的身上迸发出去 瞬间将那遮天蔽日的 见光长河 展为两段 何方神圣 偷袭我西海剑派 一个声音震荡空股 气势狂暴 剑气如大雪崩一样流转 金色的锦袍绽放光芒 却是一件精品道器 说话的人 正是西海剑派的一位锦袍大长老 回答他的 是漫天犹如群星陨落一样的漫天绝命刀光 啊 不 挡住 挡住 西海剑派的先天强者们 疯狂地挣扎 抵挡 剑锋时间的虚空中 一团团雪花绽放 刀光流转 一些实力稍弱的先天弟子 根本无法抵挡 瞬间被斩杀为雪墨鸡粉 该死 锦袍长老大怒 手中光滑一闪 一柄神剑握在掌心 剑气爆发 犹如漫天莲花 将席杀而来的刀光震开 几身化作一道魅影 朝着李牧席杀而去 死 李牧不退反进 一八零八饼飞刀 瞬间汇集于掌心 变成轮回巨刃 直接一刀竖斩 丁 身影交错 锦袍长老的身形 连同手中剑 被斩为四段 雪洒长空 他到死都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连一招都没有接下来 李牧挥刀极近 轮回刀斩出 刀芒如浑原破空 数十名西海剑派弟子 被拦腰斩为两劫 从高空之中坠落下来 这么强 不好 太可怕了 魔教教主级的强者 快逃 不可立敌 其他几名长老级的强者 见识不妙 大声的呼喊着 转身就逃 啾啾啾 剑光四散 西海剑派的预剑术 速度极快 在苦心各大宗门的陶盾之术中 足以排进前五 但是 被李牧以金斗云之术 闪烁追击 最终技术斩杀与峡谷之中 倒是其他的一些先天级弟子 如蝗虫四散 李牧也并没有斩尽杀绝 古浪等人 看着热血沸腾 原来这才是李牧的真正实力吗 在地球上时 李牧一直都只是在闹着玩 那璀璨如星河坠落的刀光 还有一刀展开天穷的霸气无双 根本就不是人类能够做到的事情 原来即便是面对着蜀山洞天之中的这些欲剑飞行的剑仙们 李牧也是无敌的 光滑闪烁 李牧回到地面 千离开 转移地方再说 他带领众人 第一时间转移 普通西海剑派的弟子 长老 对于他来说 没有什么威胁 但是如果惊动了西海剑派顶层的那几个高手 尤其是西海剑派掌门西海一剑弹如双 这个破碎镜存在 李牧并无绝对的把握 七日在神木之中 他斩杀天外修士 斩杀兵境强者 乃是因为神木中有阵法压制 但在苦心可就不一样了 破碎镜强者是完整体 而李牧重修混沌蒸汽 还未入胜者 虽然混沌蒸汽的威力 比普通的先天蒸汽强大太多 但李牧还是不想冒险 果然 在李牧等人离开不过一盏茶时间 一个身穿赤红剑袍的中年人 似是神明突将 出现在了战斗地点 走了 中年人面容普通 五官只能算是周正 额头略高 肌肤白皙 但是双眸之中 似是有剑盲电丝流转 拥有一种大威能 令人一看之下 产生生死幻灭 不有几身之感 刀意 苦心世界 刀法大家也有 但这种刀意 为所未闻 魔教中 换刀宗是以刀法惊天下 却也不是这种刀法 有意思 什么时候 苦心世界 竟然出来了这样一号人物 他凝至虚空 看到四周西海剑派弟子的尸体 五指开合 掐指一算 掌心中 突然有一道细微的剑光流转出去 朝着李牧等人消失的方向奔去 扎了我西海剑派的人 能逃到那里去 他一步踏出 身影幻灭 已经在数千米之外 然而 一注香时间之后 他的脸上 出现了一丝错愕之色 剑茶树 竟然失效了 他数次施展秘术 明明都寻找到了对方的行踪 但偏偏追来以后 却没有任何身影 这种怪事 还是第一次 除非对方的实力 远在自己之上 但是不可能 正在他要进行第四次 剑茶树的推演的时候 突然数百里之外的捉风方向 传来了一阵极为诡调的波动 然后剧烈的轰鸣声传来 似是整个捉风都在震动一样 怎么回事 他再也顾不上追杀凶手 身形一闪 消失在了原地 怎么回事 李牧回到捉风 看到西海剑派上上下下 如灵大敌一般 在捉风内外巡逻搜查 气氛无比的严峻 难道是因为自己杀了西海剑派长老的原因 不应该是啊 那样的话 应该去外面搜寻 而不是在捉风上 脚断你去哪了 怎么才回来 丁一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 道出大事了 李牧道 我去见泪台啊 搬石头快泪死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 丁一神秘兮兮兮地道 刚才西海剑派的外巡弟子 被魔教的教主及强者偷袭 西海剑派长门人亲自出马去追凶 竟然都没有追到 而就在西海一剑不在的时候 捉风上发生了奇异变故 整个捉风长高了一百米 长高了一百米 李牧一愣 这是什么话 丁一道 升高 升高了一百米 整座山峰啊 被一股极为神秘的可怕力量 从地面上生生地将其拔高了一百米 西海剑派都炸窝了 寻找原因 可是一无所获 有这样的事情 捉风高达万米 可以说是鼠山中除了主风白地风之外的第二刀锋 西连魔教七大之脉之一的匿名山门所在 便是冰境强者现身 也未见得可以将这座飓风 从地下拔出来一百米八 毕竟石峰落在外面的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地下的岩石曾更为广袤 怪不得西海剑派会因此而紧张 第535张青连宝器 事实证明 西海剑派的人紧张 是有道理的 因为就在第二天 捉风再度震动 向上生长了一百多米 当时李牧也在捉风上 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一股无比神秘深邃的力量 从捉风的岩石山体之中 散发出来 整个捉风 似是活了一样 如草木一般生长 不过是短短一盏茶的时间 也就15分钟左右的时间 这一次生长就完成 然后这种神秘的力量散去 怪事 李牧也开了眼界 西海剑派再一次被惊动 使用各种方法 调查原因 但一无所获 甚至还请来了正道四成 二宗 二十家的阵法刀手 前来勘察 都没有找出端倪 有人建议西海剑派撤离 换一个驻地 因为这种神秘的力量 具有威胁性 捉风乃是当年匿命的山门 魔教七大支脉中 匿命最是邪门 有诸多不可思议之事 发生在这个支脉身上 很有可能 这捉风中意识蕴含有大凶险 哼 纵有凶恶 一剑阵之 西海一剑谈如霜非常霸气 一锤定音 直接否决了搬迁的决定 道理很简单 不能为战先妾 李牧这几日 也是暗示暗点 乘坐非洲 前往距离白地成万米的高空之中 搬运石块材料 修炼浮空擂台和各种阵法 当然 在所有人的眼中 他只是一个力气大一点的半合气静落渣 做的都是一些低级的工作 除了丁义之外 也没有什么人搭理他 古浪等人 被他暂时安置在了一处隐蔽的 剑峰山洞中 且以阵法覆盖隔绝了气息 但西海剑派的剑查术极为恐怖 数次都有所察觉 逼着李牧不得不提前将众人转移 这样下去不行 得想个一劳永逸的办法 李牧一边搬石头 一边撕存 他修炼的先天功 已经成为了一种身体的本能 走路行动之间 亦在修炼 所以也不耽误他恢复实力 为了赶攻期 所以扶空擂台的修建 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且必然不是由正道四成三宗二世家单独来完成 魔教也派出了龙王领和超天亭的阵法高手 承担了修建擂台的另一半工作 双方都担心对方在修建擂台的过程之中使诈 埋下后手 所以都不敢完全放任对方 擂台区域之内 双方约定好 并未有大战 李牧还在思考着如何安置鼓浪等人 远处来了几艘飞船 从上面下来几个年轻人 都穿着不俗 气势逼人 一看便是四成三宗二世家这正道九大势力中年轻一代的佼佼者 李牧大致扫了一眼 就看出 这几个年轻人 都是盛进网上的修为 不可小觑 这些日子 李牧也基本上搞清楚了正道九大势力中的强者来历 次成指的是寒江城 诺日城 中天城和无双城 乃是整个苦星上 最大的四座大城 相当于神州大陆上的三大帝国一样 三大剑派为西海剑派 晴天剑派和东山剑派 都是剑修路线 苦星世界之中盛行剑修 与这三大剑派不无关系 门人弟子众多 而两大势家则是阵法势家诸家 还有机关傀儡势家公孙家 这九大势力 实力和底蕴相差无几 各有特色 共同主宰着苦星 当然 按照明满江湖的大侠定义被地理的吐槽说法 九大势力也不过是土皇帝 真正掌控整个苦星的力量 乃是天外的仙人 在那些天外修士宗门面前 九大势力也不过是就只强壮一点的蚂蚁 要是不听话 说灭就灭 李牧发现 丁义对于九大势力似乎并无多少好感 除了九大势力之外 还有不少的宗门 乃是这四成三派二十家的附庸 以他们马首是瞻 将比较之下 魔教就要弱势一些 不一会儿 远处的非洲古号之声传来 又有几艘大型非洲 穿越云海而来 这一次来的 却是九大势力的掌控者们 中围人群中 一片轰动喧哗之声 正在修建扶空位台的各大宗门弟子 高手们 都躁动了起来 一脸兴奋 议论声之中 李牧明白了缘由 七海一剑谈如霜 擎天剑主李牧子 古剑东方青 寒江城主取义 无双城主断风 若日城主染光耀 中天城主露天化 朱家的家主朱弄 以及公孙家的家主公孙别离 正到九大势力的掌控者 竟然齐齐现身了 这是怎么回事 这九个人 可是难得聚在一起啊 白地城中的宝气见光 又到了喷涌的时间了 丁义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 在李牧尔边低声道 这一场正邪大战 正是因为白地城之下的白地风 峭壁深渊之中 有数万米的清光宝气的喷涌而引起 传闻之前已经喷涌了数次 后来被鼠山交给风印镇压 但天地之力何其伟岸 又如何能够镇压的了 每个数日 这种青色的宝气见光 就如天地喷泉一样 勃发喷射一次 而今日 则是最近半个月以来 又一次喷射的时机 你怎么知道 李牧看向丁义 这几日以来 丁义神出鬼没的 经常不见人 然后又猛的不知道 从来冒出来 废话 作为明满江湖的大侠 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 丁义得意洋洋地道 好吧 李牧也就不再问了 毕竟是明满江湖的大侠嘛 然后丁义又为李牧指示辨认 那九大势力掌控者 明昊与真人一一对应 道 这九个人 可以说是苦心正道势力的九大巅峰了 除了两大势家的家主之外 其他七人都具有破碎虚空境的修为 一怒江海涵 一喜天下春 除了魔教鼠山之外 其他大小宗门 没有人敢不给这九个人面子 李牧捕捉到了这话中的一个小逻辑 道 两大势家的家主 不是破碎境的修为吗 丁义得意洋洋的样子 压低了声音 道 这种事情 也就只有我知道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朱家是以政法出名 公孙家以机关傀儡出名 两大家主 都不是破碎境的修为 但是 在各自的政法和机关的加持下 却也具有破碎境的战力 所以能够和四乘三剑派平起平坐 原来是这样 李牧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这种事情 空偶 突然一声大地轰鸣之声传来 天空云海突然似是烧开了的开水一样沸腾了起来 一层一层的气浪 连绵不绝 从十里之外的白地城方向涌来 微微奇观 五道强者隐约可以感觉到 下方的大地在震荡 仿佛是有什么沉睡在大地之下的恐怖力量 要苏醒过来一样 开始了 丁一看向白地城方向 语气中有一丝激动 宝光剑气的喷涌 要开始了 无数道目光 都朝着白地城的方向看去 就连魔教派住在现场修建浮空擂台的众人 也不例外 空偶一道青色见光 冲天而起 撕裂了云海 李牧眼睛一亮 这种见光 太过于犀利强横 似是一见 连天空都要展开 将这宇宙披为两半一样 青色的光滑 似是海眼喷泉薄发 将整个白地城方向 都染成了一片生机勃勃的碧绿之色 隐约似是有一片片的青年连夜 在缓慢的绽放 巨大的叶片和硕长的枝蔓 在天地之间铺张开来 似幻似真 空气里甚至有淡淡的莲香弥漫 天地之间的灵气 骤然浓郁了起来 天天空毫无征兆地骤然加速运转 竟是开始疯狂地吸收这种青色的莲气莲香 在李牧的身体周围 形成了一个肉眼可见的气流漩涡 不好 李牧一惊 正要强行停止功法运转 但转眼一看 发现不只是自己 这片天空之中的所有人 都已经开始运功吸收 实力越强者 身边的青光漩涡 就越是明后 如那十几个九大势力的年轻一代船人 还有那九位至尊 身边的青光漩涡 直径数百米 气流旋转惊人 就连身边的丁翼 也是运功集取这种青莲宝器 李牧放心下来 控制先天空运行速度 避免闹出来太大的动静引起关注 也开始吸收这种青莲宝器 空偶 大地震荡 云海翻滚 一道又一道惊人的青色见光 滑破天穹 射向天外 一片片巨大的青色连夜幻象 在云海之中生成 一片连夜 就可以遮天的感觉 这种青莲宝器 竟是远比一般的天地灵气 更加有助于混沌真气的增长 李牧感觉到 自己体内的混沌真气 急昼增长 转眼就突破了原先的境界 进入了圣境 九大派之外的人 撤出去 寒江城主曲一突然开口 声音激荡在四周 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这是不允许九大派之外的人 汲取青莲宝器啊 周围一片哗然 许多其他宗门的人 以及诸多前来助全的散修 听到这样的话 都纷纷变色 这也太霸道了 都是响应九大派的号召 前来正要魔教 这些日子 连有功劳也有苦劳 任由九大派拆遣 现在有了好处 竟然不允许九大派之外的人喝点汤 这么过分的吗 李牧也汲取青莲宝器真殆尽呢 就要被赶出去了 第536章局势明朗 既分略有点混乱 其他门派和强者们 都是来帮忙的 这些日子又是出人 又是出力 又是出资源 和魔教战斗 搭建浮空擂台 就算一开始的出发点是为了讨好九大势力 但是谁不想在其中捞点油水的 九大势力吃肉绝对没问题 但就不允许他们喝点汤 何况眼前这青莲宝器 澎湃如汪洋大海 九大门派的人 根本就吸收不完 却不让他们吸收恋话 这根本就是在损人不利己啊 众人的心中 能没有怨气 这也太过分了吧 我们难道是后娘养的 有其他宗门的强者 忍不住开口抱怨道 秋休 见光闪烁 开口说话的人 立刻被斩杀 如空幕一样 从天空之中坠落了下去 出手的是寒江城的少城主屈雪宁 见光如电 直接杀人 杀完 他目光阴狠地扫过在场所有其他宗门的舞者 冷哼道 九大门派的话 就是命令 岂容讨价还价 而等要是不知死活 休怪我见下无情 这是一个很残忍绝情的人 此亡的威逼之下 其他门派的人 最终都敢怒不敢言 只能后退 退出青年宝气澎湃的范围 李牧看了看身边的丁毅 两个人也朝外面退去 他当然不会真的放弃吸收青年宝气 但好歹也得做个样子 先退出去 然后想办法再混进来 假扮成九大势力的弟子 等一等 屈雪宁突然开口 目光落在李牧两人的身上 李牧和丁毅看了看他 不明所以 你 叫什么名字 屈雪宁手中的剑 指着李牧 道 哪个宗门的弟子 李牧不知道这个心狠手辣的寒江城少主是什么意思 难道他发现了什么 但还是敷衍地道 在下断水流 无门无派 只是一个书生 机缘巧合 在丁大哥的照顾下 来到了鼠山 之前只是修炼过一些粗浅的功夫 修炼一些粗浅的功夫 就能吸收这么多的青年宝气 去雪宁上下打亮李牧 道 我刚才有注意到你 你吸收青年宝气的速度 比其他人快了太多 你是不是有意隐瞒实力 嗯 说 是不是魔教奸细 这一下子 所有人的目光 都投射到了李牧的身上 李牧心里衡量了一下 要不要在这个时候翻脸 想想还是算了 毕竟九大实力的boss们都在 翻脸了打起来 就算是能够逃得掉 但弄出来的动静太大 鼓浪等人就不太好安置了 且会连累了丁一 不过 李牧还没有说话 一边的丁一却连忙开口解释道 少主明鉴 小段是我从凤鸣城带来的 是城中一家私塾的书生 底细清白 绝对不会是魔教的奸细 哼 你刚才吸收恋化青年宝气的速度 也不慢 你又是谁 去雪宁盯着丁一 目光不善 道 你们两个人一起的 谁带你们进入蜀山的 丁一道 在下丁一 江湖人称三郎神 是凤宁成 话音未落 去雪宁突然出手 一掌拍出 强后无匹的掌镜 将李牧和丁一两个人 直接击飞数百米 嘴角一穴 一下子就受了重伤的样子 神色伟钝 哼 两个弱者 他冷笑 道 不堪一击 想必魔教也不会派你们这样的蠢货 来当奸细 滚吧 你们不配让我听到你们的名字 记住 别再让我看到 否则 那就是你们自己找死 多谢少主手下留情 丁一苦笑着 抹掉嘴角的鲜血 扶着看起来更加虚弱的李牧 赶紧就登上旁边一艘小非洲 朝着捉风的方向飞去 一副生怕驱血您在出手的架势 非洲滑破云海 距离浮空擂台方向 越来越远 很快 捉风再望 太欺负人了 就是 不把我们当人啊 走走走 不留在这里了 受不了这种气 非洲上还有其他被驱逐出来的人 也在发牢骚 李牧和丁一两个人下了非洲 丁一将李牧送到了住处 忍不住又叮嘱了一番 让李牧好好养伤 然后就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疗伤了 等到丁一走了 李牧瞬间生龙火虎 他略微变化了外形骨架之后 换上了一身早就装备好的 西海剑派弟子的衣服 然后施展幻束身法 离开房间 朝着浮空擂台的方向飞去 李牧贴地飞行 躲开了九大势力强者们的窥视范围 不断地接近白地城 一路上也察觉到了另有其他高手强者的精神力领域窥视 应该是魔教鼠山的高手 李牧也很小心地避开 越是靠近白地城 青年宝器的浓度就越高 李牧在距离白地城大约500多米的地方 找了一处隐蔽之地 布置了脸膝阵法 然后开始修炼 时间流逝 大量的青年宝器炼入李牧的体内 姑息之间 李牧的真气修为 正在急速地恢复着 他回到地球之前 乃是大圣巅峰的修为 之后再念龙山 因为天节炼化 一身真气消耗一空 只有肉身力量 如今重修 普通先天真气化作混沌真气 天人静便可对抗圣者 再入大圣境的话 对付破碎虚空境界的强者 绝对不成问题 白地城的青年宝器 喷发了足足三天三夜 李牧也整整吸收炼化了三天三夜 三天之后 李牧深呼吸 停止运功 他只觉得浑身真气澎湃 浩瀚如汪洋 混沌真气境界 已经恢复到了大圣境的巅峰境界 只差一步 就可以进入破碎境了 可惜这个时候 青年宝器停止了喷发 一切都结束了 李牧没有着急回去 而是在这个隐蔽之地 继续熟悉这种力量 体会境界提升之后 混沌真气的运转和威力 又过了三天 他才离开 李牧并没有第一时间返回捉风 他先找到了古浪等人的藏身之锁 一番重新的搜索之后 重新换了另外一个更加安全的地方 叮嘱之后 李牧这才离开 返回到捉风 其实之前一段时间 李牧也曾暗中寻找过洛悬心 霄冬等人的踪迹 但并未有收获 这令他担心 如今最好的结果 就是地球上的那个鼠山洞天关闭 空间迷雾出现 将地球人都带走 这样一来 李牧就可以放开手脚来对付苦心上的各大势力了 李牧刚返回捉风 就遇到了丁义 你去哪里了 我还以为你 看到李牧的第一瞬间 丁义松了一口气 骂道 臭小子 足足六天六夜 我还以为你被那兴趣的给杀了 你可吓死老哥哥我了 李牧心中感动 丁义的这种关心 不是伪装出来的 很显然 这位明满江湖的大侠 是真的把他当成是朋友了 心里难受 就出去瞎逛了一圈 结果迷路了 李牧随便找了个借口 丁义捶了一拳头李牧的胸口 道 伤势怎么样了 我知道 你小子自尊心受伤了 怎么样 我说过 江湖并不像是你想象的那么美好吧 不要一厢情愿啊 名门正派 呵呵 说好了你矿工好几天了 今天得去继续上工了 李牧点点头 道这江湖 的确是 算了 不说了 丁大哥你的伤势怎么样了 丁义黑黑的笑了笑 道 我当然没问题 你满江湖的大侠嘛 早就养好伤了 走 两人去领了公牌 登上非洲 前往浮空内台方向 继续做骨工 六天六夜过去 浮空内台的建造已经接近于尾声 全幅在万米高空之上的巨大岩石 构筑起了一个直径约千米的巨大六龙星的擂台 岩石上篆刻着各种符文 其中更是有机关树和阵法的加持 魔教蜀山和正道九大势力 各自完成了其中一部分 魔教超天庭的阵法和正道朱家的阵法结晶 便是破碎径的强者也可以在这浮空内台上一站 大约半天时间 最后的工程结尾 正道和魔教双方都有专人过来验收 李牧等人坐在非洲上等待验收的结果 然而当魔教飞船落在擂台上 数十人从飞船上走下来的时候 李牧眼神一扫突然心中震惊 因为他不可思议的看到 肖东、洛玄心、陆迅和秋水明四个人 竟然也在魔教验收团队之中 换上了这个世界的衣物铠甲 颇有气势 而且四人的实力 都是出现了不可思议的暴涨 竟然到了先天境界 而且更令李牧惊讶的是 肖东四人的身份 似乎并不低 身边的魔教弟子 对于他们非常的客气 这可大大超出李牧的预料 他还担心这四个家伙遇到危险 没想到竟然混得风生水起 竟然成为了魔教的中高层 他们怎么做到的 李牧好奇极了 而除了肖东等四人之外 李牧还看到了其他两个熟人 一个是幻刀宗的圣女叶无痕 另一个水月流的传人秦剑公子 这倒是在情理之中 作为魔教鼠山如今还存的四大分支之一的传人 出现在浮空卫台的验收团队中 完全解释得通 李牧想了想 低下头 收敛气息 叶无痕和秦剑公子都是见过他的 尤其是叶无痕 可是相处了好一段时间 万一一台演认出来 那就比较尴尬了 还好李牧担心的事情 并未发生 整个浮空卫台的验收过程 非常的顺利 吃场约战 将在五日之后进行 举世瞩目 而李牧则在验收结束之后 暗中传音联系了肖东几人 约了见面的地点和时间 他要问一问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同时也要好好策划一样 不管正邪大战最终如何 一定要保护好这些地球的火种啊 第537章匿命传人 一 什么 你们现在成为了鼠山的精英弟子 白地城外 隐蔽之处 李牧听完肖东 洛璇心等人的描述之后 非常惊讶 这四个家伙 竟然因为救了幻刀宗圣女 叶无痕的侍女 误打误撞地进入了正道九大势力 千方百计都没有办法进去的白地城 而且因为当日青年宝气喷发 四人吸收宝气的速度 震惊了魔教上下 且通过了重重考核 又被验出 具有最纯正的魔教血脉 所以成为了魔教鼠山的核心精英弟子 得以进入白地城逆境中修炼 所以 他们才实力突飞猛进 进入了先天之境 李牧听完 哭笑不得 这算是机缘吗 不过 终究是好事 起码不用为这四个家伙担心了 老师 您绝对猜不出来 白地城中的关卡考验 用的是什么方式 陆续很兴奋地道 我们几个当时就猛逼了 还以为是有人故意恶搞呢 李牧笑道 不会是用李白的诗吧 四个人顿时都长大了嘴巴 老师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陆续一脸被打败了的表情 交通则是理所当然地道 老师当然是无所不能的 这孩子个人崇拜已经病入膏肓了 原来魔教鼠山竟然是大诗人李白留下里的传承 就是地球上唐代的那个李白 秋水明也感慨道 真的是没有想到 千年之前竟然就有人离开地球 闯荡星河了 李白是真正的见仙啊 是啊 根据我们的推断 不只是李白 还有很多古人 也走出了地球 落悬心是地球上的大美女 武林出身 身形修长 苗条 具有一种女子罕见的鹦鹉之气 说话之间 也非常的兴奋 据说 还有一条线路 是啊是啊 这么说来 鼠山就是我们地球的血脉啊 古代地球上那些关于鼠山见仙的传说 难道是真的 四个人非常的兴奋 尤其是在这个世界 终于又遇到了他们心目中的偶像 对于他们来说 简直是在美好不过的事情了 李木笑呵呵的看着他们 落悬心意识到了什么 道 老师你 不会已经都知道了吧 李木哈哈大笑 自人顿时无脸 他们还像是献宝一样 向李木汇报呢 原来后知后觉的 其实是他们啊 你们能够带人进入白地城吗 李木问道 他将古浪等人的遭遇和处境 说了一遍 陆续四人听完 又急又气 这些所谓的正道人士 杀人屠戮 还不如魔教 这仇不能这么算了 七海剑派太狠毒了 李木道 这比债以后慢慢算 不过 现在最重要的是 将古前辈等人 送到安全地方去 整个鼠山之中 也唯有白地城坚不可破了 城内局势如何 陆续很是自信地道 鼠山内部非常团结 四大分支已经尽是前嫌 而且传闻中已经灭绝的 先堂 李山两大分支 也有传人出现 哦 还有这样的事情 先堂和李山 竟然还有传人出现 看起来 魔教的底蕴 要比想象之中的更深一些啊 只是 秘密的传人 为何没有出现 这些念头 在李木的脑海里 一闪而过 他问道 那你们可以带古前辈等人 进入白地城吗 应该没有问题吧 陆迅道 不过 还是得和几大分支的掌门商议一下 如今白地城守卫森严 害怕正道的间隙混进来 所以各大秘密入口 都在严查 李木点点头 这在情理之中 他刚要说什么 突然脸上的神色 微微一变 看向身后 一个身影如浮光月影一样 从虚空之中 浮现出来 一身碧绿色蛙如翡翠一般的衣裳 显眼美丽 配合上浅绿色的长发 有一种森林精灵一般的气质 角色无双 有一种惊心动魄的别致之美 正是幻刀门圣女夜无痕 竟然是你 夜无痕盯着李木 然后再看到李木身上带有西海剑派标志的杂衣服 神色陡然变得冰冷如寒雪 道 你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 是九大门派的奸细 李木道 其实事情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好熟悉的台词啊 而夜无很显然并不想听李木狡辩 他一眼看向陆迅等四个人 道 你们竟然和这间隙混在一起 莫非也是正道安插进来的人 你们对得起自己身上的神教血脉吗 此人一时之间 也不知道如何说 李木却是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道 正好你来了 想要请你帮个忙 带几个人进白地城 以你换刀宗圣女的身份 应该不难做到吧 夜无痕大眼睛圆睁 一时间有点跟不上李木的脑回路 我还没有追究你呢 你竟然还敢提要求 他怒道 你在和我开玩笑吗 你这个奸细 竟然想要让我带人进白地城 你疯了吗 李木笑道 你要是帮我把人带入白地城保护起来 我就帮你们对付正道九大派啊 夜无痕冷哼一声 直接出手 换月刀瞬间如闪电一般斩出 李木摇摇头 一抬手就将刀刃捏在掌指之间 任凭夜无痕如何催动功力挣扎 也无法挣脱 他无比震惊地看着而李木 道 你原来你的实力这么强 之前都是伪装的 说 你到底是什么人 李木看着手中的刀刃 展向自己的一面 是刀背 而不是刀锋 所以刚才夜无痕那一刀 看起来很落无双 但实际上就算是命中了最终所指示拍晕或者是受点伤 虽然嘴上很凶狠 但实际上依旧是外冷内热啊 李木笑道 我是魔教 呃 不 是神教的人啊 只是 在石前藏在九大势力之中而已 完全就是满嘴跑火车 夜无痕闻言 略微一想象 眼神中出现一丝动摇 你 他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眼眸里闪过一丝奇异的光亮 道 你莫非是 匿名的传人 哦 我这么隐蔽的身份 竟然被你猜出来了 李木一正 然后立刻毫不犹豫的顺杆子爬 道 小姑娘 很聪明吗 反正现在要是扯出地球和李白等等故事 说也要说半天 而且关键是很难解释清楚 所以不如干脆先冒牌做个匿名的传人 解决了正邪大战 日后再慢慢解释也好 你 怎么证明 夜无痕奋力挣扎 想要冲回幻月刀 道 松开 李木将手中的幻月刀松开 夜无痕依旧警戒 身形闪电一般的后退 拉开距离 手中握刀 随时保持着出招的姿势 上下打亮李木 眼神略有柔和 道 口空无凭 你若是我魔教的人 可敢接受神血试验 神血验证 李木一愣 一边的陆讯道 老师 我们就是接受过神血验证的 只需一滴血就可以了 李木想了想 道 好 不用怕啊 整个地球人 都是神教血脉啊 夜无痕拿出一个充满了奇异 镂空纹的拳头大小金属球 中空 流转着奇异的银色光芒 道 你滴血过来 李木屈指一弹 一滴鲜血 弹射到了那镂空金属球上 短暂的沉寂之后 银色金属球突然绽放出奇异的光彩 仿佛是燃烧的月华一样 电光跳动 其内隐隐有龙云之声传出 最后更是有一条手指粗细的银色游龙幻影 从银色龙空金属球的内部游走出来 缠绕着银色金属球 身姿优美 栩栩如生 哇 我当时 幻化出来的好像只一只银色的兔子吧 我是一只银蝙蝠 我是一棵树 中华五萌四壁很没有出息地长大了嘴巴 老师就是老师 直接幻化出一条银色的真龙 龙者 翱翔九天 潜于深渊 神物也 叶无痕无比震惊地看着自动漂浮在空中的银色镂空金属球 只有他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 神教的血脉没错 匿名的传人 终于出现了 而且还是真龙之血的血脉 李牧一招手 那一滴血液飞回来 融入到他的指尖 然后笑嘻嘻地道 怎么样 现在你相信了吧 叶无痕慢慢地冷静下来 他收回银色镂空金属球 看着李牧 神色古怪 最终道 虽然你是匿命的传人 但想要将人送进白地城 那也要看对象 只有魔教自己的人 才能进去 闲杂人等 就算是教主亲至 也带不进去 说到这里 他口气略微柔和了一些 道 如今白地城中 只是暂时安全 一旦正邪大战之后 想要保护你的亲友 还是送出鼠山吧 咦 身为神教高层 状态这么悲观啊 李牧笑了笑 道 放心 有我在 白地城必然安然无恙 呵呵 叶无痕淡淡地笑了笑 显然对于这句话的分量 并不怎么看重 在他看来 李牧的确是强 比他强 但是也强得有限 大圣境的修为撑死了 这个年纪能够有这样的修为 的确是很强 算得上时妖孽 但要说可以左右这一次 正邪大战的结果 那是痴人说梦 毕竟老一辈的人物中 还有数位破碎境的存在 甚至还有仙人降临 没有时间了啊 最终 在叶无痕的配合之下 古浪等人 经过了神血验证之后 得以进入白地城 李牧送到城门口 没有进去 棍在九大派中 非常危险 你不如返回白地城吧 和这些正道的伪君子们 正面一刀一枪地厮杀 叶无痕将古浪等人送入城之后 又返回 看似随意实则用心地道 李牧笑了笑 你这是在关心我吗 放心 我不会出事的 哼 那随你 叶无痕神色重又变得冰冷如霜 道 你自己小心 不要死在白地城外面了 到时候 连尸首都留不下 可没有人买你 这是一个艳若桃李 冷如冰霜 外冷内热的女子 李牧道 只要你不出卖我 那我会很安全的 你放心 你的事情 不会再有其他人知道 叶无痕当然明白 李牧话中的意思 这个秘密 他暂时不会告诉白地城中的其他人 那就好 回见 李牧身影一闪 迅速离去 叶无痕站在原地 睁睁地看着李牧消失在远处的身影 绝眉脸上的神色 变色复杂了起来 怎么会是他呢 他自言自语道 第538章秘密传人 2 回到捉风时 李牧感觉到 这个西海剑派的气氛不一样了 一种大战之前紧张的气息在弥漫 扶空位台修好 意味着魔教鼠山和正道九大派之间的时场约战 就要开始了 西海剑派在备战 而李牧这些杂役 则是被看管的更严 不许再捉风乱走 没有西海剑派的征兆和命令 都必须留在各自的房间里 净乎等于是被管制 当天下午 就有一些看热闹的武林中人和小宗们 打起了退堂鼓 提前离开了九大派的苛刻 让这些人感觉到自己受了侮辱 所以用这种方式抗议 小段 你也离开吧 丁一悄悄地劝李牧 李牧表现出一副兴致勃勃的样子 道别啊丁大哥 这些大战啊 经过了这么长的铺垫 终于要上演大戏了 高潮即将来临 我好不容易才有这样的机会 可一定要看完 丁一苦口婆心地道 可是很危险啊 你以为那些人 真的是因为被苛待了才选择离开的吗 不 这些老江湖 就像是可以提前预知天晴风暖的鸟儿一样 他们感觉到了危险 所以才提前离去 危险 李牧道 是怕被当作是炮灰吗 丁一高看了李牧一眼 道 你能想到这一点 很不错了 不过 有可能出现的危险 并不止这一点 算了 不多说了 我已经为你联系好了离开的非洲 就在今夜 你离开吧 李牧摇摇头 道 我想留下来看热闹 他反问道 那丁大哥你为什么不离开呢 作为民满江湖的大侠 这里的热闹 离不开我 丁一习惯性地吹嘘了几句 然后看着李牧 欲言又止 最终摇着头离开 李牧看着丁一的背影 心里感觉暖暖的 这个在酒楼萍水相逢的朋友 虽然喜欢吹牛 实际上也没有什么本事 只不过是苦心舞蹈江湖的底层人物 但有一副热心肠 比这几个高高早上所谓的正道酒派 不知道仗义了多少倍 仗义美多图狗背 富心多是读书人 当天太阳落山之前 果然是又走了不少人 夜幕降临 李牧在时事之中盘膝而坐 修炼混沌真气 突然外面传来了 很隐蔽的脚步声和呼吸声 李牧不动声色 如未察觉 时事的之门 突然被撞开 一道身影 快如闪电 瞬间就到了李牧跟前 刀光一闪 刀背拍在了李牧的后脑 李牧身形一软 倒了下去 脚断 小断 这身影轻轻地摇了摇李牧 外面的月光照射进来 落在她的脸上 正是去而复返的丁义 看到李牧并无反应 彻底昏迷过去了 丁义这才彻底放心 才拿出一根结石的绳子 将李牧困了一个牢牢实实 然后看了起来 走出石室 一路上 丁义很小心 似乎是在躲避着什么 月光下 她扛着李牧 一直来到了 珠峰西园一个临时搭建的小港口 一艘带着船舱的小型非洲 洲上已经有数人 看到丁义过来 其中一个人问道 人带来了 恩 带来了 将李牧丢过去 丁义道 到凤明城就可以了 走 那人 那人接住 李牧 丢到甲板上 然后另助手催动非洲 一道弧线滑开云海 非洲急驰而去 朝着鼠山外围方向 风石电掣 丁义看着消失的非洲 叹了一口气 道 对不起了 兄弟 然后 他纵身一跃 直接朝着捉风之下飞去 大宗师巅峰境界的丁义 在这一瞬间 展现出来了与他境界完全不相符的速度和身法 快翼绝伦 宛如孤红 一闪便是数千米 显然是一种飞顿秘术 他人如闪电 瞬息之后 便已经来到了捉风之下 楚山的剑锋 一座座插入地面 从高空看起来宛如参天大树组成的丛林一样 见风的底部 狭窄崎岖 阴暗潮湿 很多地方不见阳光 布满了青台 抚迷 抬头只见一线天 夜晚时候 光线更是黑暗 身手不见五指 似是九幽地狱一样 丁义轻车熟路的来到捉风底部一片小石林中 这小石林似是天然生成 又似是树木石化之后形成 表面上看起来并无任何的益处 但是当丁义走入其中 来到了最中间的一个石庄上 盘膝而坐 打出几个手印之后 空间元素流转 整个石林 突然消失了而一样 然后轰蒙龙震荡 也使滚落如雨 在一刻钟的时间里 热大的捉风声声地向上拔了一百多米 才缓缓地停止 丁义浑身都被汗水湿透 一股奇异而又强大的力量流转 他整个人发出赤黑色光辉 大圣级的力量 在丁义的周身缭绕 澎湃 很显然 这才是他真正的力量 取久 他徐徐地吐出一口气 终于又拔高一分 必须得尽快了 否则 时间有点来不及 我可不能落于人后 丁义自言自语 而随着他再度打出手印 印诀飞射 注入周围的石灵石柱之中 也使莫动的声音响起 石柱恢复正常 整个石灵 也缓缓地重新浮现了出来 丁义起身 走出石灵 抬头看了看天 月色正浓 降彼此事 灼风上的西海剑派 又是一阵慌乱巴 他笑了笑 正要离开 突然面色一变 猛然回头时 身后 小石灵的前面 不知道何时 出现了一个身影 一席赤红色的剑袍 在黑暗之中 仿佛是突然燃烧的火焰 双眸之中 似是有剑光电丝流转 有电光声念幻化 西海一剑弹如霜 丁义面色大变 这个突然出现身影 赫然正是三大剑派之中 西海剑派的掌门人 弹如霜 静静地站在石灵前 挡住了丁义 重新返回石灵的路线 藏了这么多天的小老鼠 原来就是你 另外一个声音传来 却是寒江城城主取义 以及少城主屈雪 宁及其他数位寒江城弟子 同时 周围人影重重 显露出来 都是西海剑派和寒江城的强者 早就在周围埋伏好了 丁义的面色 阴沉了下来 他知道 自己被发现了 而且应该是很早之前 就被发现了 对方已经布置好了陷阱 弹如霜的位置 正好挡住了自己 再重新返回石灵中的路线 显然是刻意为之 中围包围的人群 显然也不会给自己逃走的机会 况且 别的不说 就凭西海一剑弹如霜 加上寒山城主取义 这两大破碎镜强者 就相当于千军万马 你们是怎么发现的 丁义看向梁大破碎镜强者 他已经非常小心 而且使用的是密法 按理来说 不应该被注意到 更不可能被发现才是 呵呵 那日你吸收青年宝器的速度 比其他人快许多 所以 我就特别留意了你一下 果然被我发现 你鬼鬼祟祟 暗中有所图谋 寒江城少城主 驱雪宁冷笑着 道隐藏得很深 可惜了 还是逃不过我的双眼 丁义叹了一口气 他知道这个驱雪宁 是一个疯狗一样的人物 盯上谁 绝对会撕扯到底 只是他没有想到 只是因为那天的小事而已 这个疯狗 竟然盯上了小人物的自己 误打误撞 撞破了自己的计划 这真算是运气差到了极点 说吧 你到底是谁 七海一剑弹如双开口 声音犹如剑声悠悠 有一种刺激骨髓一般的犀利感 每一个字都像是一道剑光 站在人心头 丁义笑了起来 道 我 奉名成丁义啊 哈哈 一个普通的江湖小人物而已 知道如此 你何必还要伪装呢 寒江城少主屈雪宁道 知晓捉风的暗中秘密 有能够操控捉风 令其不断地上升拔高 你的来历 就算是不说 我已经猜出来了七八分 哦 丁义冷笑道 说说看 哈哈 是人都以为 魔教七大之脉中 七去其三 只剩下四个之脉 但实际上呢 如今现身在白地城的 已经有龙王岭 幻刀宗 超天亭 水月流 仙堂和礼山 其中传闻被灭的三脉 出现了两个 魔教余孽犹如孽火 岂是那么容易就能剿灭的 如今 就剩下当年号称 最为诡诀神秘的匿命一脉 还未出现 你费尽心机 在捉风上做文章 除了匿命传人的身份之外 还能有什么 屈雪宁淡淡地笑着 眼神中流转着嘲讽之意 丁义拍了拍手 道 说得好 也说得对 不错 我就是匿命传人 被你们发现了 是我运气不好 但是 想要留下我 只怕是你们也得付出一些代价 别忘了 这里是鼠山 又是在捉风之下 数百年以来 捉风一直都是我匿命的山门啊 他脸上 并无多少紧张之色 一直没有说话的寒江城主取义 缓缓地开口 道 捉风之下 呵呵 便是在白地城中 又能如何 还能让你翻了天 别说是你一个后辈小子 便是当年匿命之主出现在此处 也注定陨落 这是至尊及强者的霸气 丁义浑身燃烧缭绕着强大的气息 宛如深渊一般的幽黑光焰流转 将他衬托得像是暗夜之中的幽灵杀神一样 且所未有的强大力量展现 道 那就是十八 他毫无畏惧 这时 屈雪宁突然又开口 月代戏谑地道 既然我能发现你的鬼祟 那你猜一下 你那位刚刚被送走的朋友 真的就能离开了鼠山吗 丁义的身形 猛然一致 你派人去捉小段 他意识到 被自己强行送走的礼目 可能遭遇到了危机 第539章面对面 李牧的确是遇到了一些麻烦 他原本想要趁着非洲上的人不注意 直接离开 但是非洲还一路穿梭 还未飞出鼠山区域 非洲上的就几个人 突然动了歪心思 那小子还没有醒吗 有人突然开口 嗯 和死猪一样 你说 丁义为什么突然要用这种手段 将这小子送出去 可能是担心他 不 我觉得 这是一个瞒天过海的手段 很有可能 定义在啄风上得到了什么 想要利用这小子 将宝物送出去 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是关心他一样 猜这么多 搜一搜不就知道了 万一这小子醒了怎么办 嘿嘿 一不做 二不休 干脆 有人阴狠的一笑 其他人略微沉默 然后有人就伸手在李牧的身上 摸了起来 李牧在内心里 叹了一口气 江湖险恶啊 这些人的脑容量真的是大 竟然能够联想到这种方向 看样子 自己成为了这些人眼中的肥羊 这是要杀人夺宝了 丁大哥啊丁大哥 你倒也是一片好心 可惜所托非人啊 我要真的是一个普通的若书生 只怕是这一次就要不明不白地死在路上了 李牧心中想着 正要出手 将这些人全部都击毙 却在这时 非洲上突然有人惊呼 快看 那是 非洲的前方 突然就出现了拦截的大剑 瞬间就逼近 靠了过来 堵住了小非洲的去路 李牧闭着眼睛 亦能感知外面的一切 心中一动 取消了动手的打算 决定静观其变 糟糕了 是西海剑派的巡逻舰 有人声音惶恐的惊呼 看到了大剑上飘摇的红色大旗 正是西海剑派的标志 怕什么 我们又没有做什么亏行事 另一个人色立内人地道 说话之间 躲躲 奇异的声响之中 长绳飞锁勾过来 扣在了非洲甲板上 将小非洲牵引住 然后剑光闪烁 四位西海剑派的弟子 直接登上非洲 为首一个 三十岁左右 白面无须 先天即修为 赤红色剑士服 身形高大 眼神灵力 目光一扫 道 哪一个是断水流 断水流 没有这个人吧 众人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有一个猛然道 哦 对了 是不是丁一送来的 那个叫做小段的家伙 所有人的手指 都指向了躺在甲板上的李牧 就是他 西海剑派先天弟子 看着被捆绑的 叽叽实实的李牧 道 这是怎么回事 非洲上的众人 连忙将前后事情 都说了一遍 竟然被绑着送了出来 那先天修为的 西海剑派弟子 有点惊讶 但对照着李牧的相貌 看了看 道 没错 是他 来人 带走 一名西海剑派弟子过来 将捆绑状态中的李牧 直接提了起来 这些人怎么办 另一名弟子指了指非洲上的散修门 问道 为首这名白面无须的先天级弟子 面色冷漠 似是不带丝毫的人类感情 道 事关重大 不能泄露任何的消息 都杀了 他们做这种杀人灭口的事情 显然是也习以为常了 不 大人饶命 不要杀我们 我们守口如瓶 我认识你们西海剑派的骑师兄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逃 快逃 小非洲上的众人 显然没有料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 顿时一片惊呼声 有人跪在甲板上苦苦哀求 也有人大声地质问 还有人直接纵身一跃 朝着下方的云海之中跳去 想要逃命 然而 在西海剑派真正的精锐高手面前 这些杂鱼如何能够逃脱 数到犀利无情的剑光闪烁流转 这些人被一一斩杀 一个也没有逃脱 恶有恶报 李牧并没有任何的同情和怜悯 如果之前这些人不动歪心思 没有谋财害命的打算的话 李牧也许会出手 救下他们 但是心在 只能说他们是天堂有路不去 地狱无门片来了 最后 连小非洲都直接被击毁 李牧假装昏迷 被这几名西海剑派弟子 带回到了大剑之上 大剑回转 不须半个时辰 就已经到了捉锋上空 来人 将这个凡人 送入地下囚牢 勘压起来 为首那位白面无须的先天强者道 李牧被人从大剑上抬下来 正要往地下囚牢的方向送去 突然一个天人境界的西海剑派强者 凌空飞来 出示手中的令牌 道 长老有令 断水流交给我即可 还有他用 原来是凡师兄 白面无须先天强者连忙行李 然后道 快 把人带过来 交给凡师兄 李牧被移交到了凡师兄身边的两个人手中 带走 凡师兄等人 带着李牧 上了一艘小型非洲 直接离开了捉锋 朝着捉锋之下俯冲而去 李牧心中奇怪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要把我埋到捉锋下当肥料 西海剑派的人 没有这么无聊吧 李牧觉得今夜这一系列事情 有点峰回路转的意思 他决定看一看 西海剑派的人 到底卖的什么关子 不过 很快他就感觉到 捉锋底部的方向 传来了汹涌澎湃的能量波动 有巅峰强者在交手 李牧一下子就察觉到 而且 其中一个人 应该是西海一剑坛如双 三代剑派之一的掌门人 也是当代破碎镜强者之一 而另有一个人 气息极为诡异 竟是前所未见 隐约被西海一剑坛如双压制着 但有反击之力 能够与西海一剑坛如双分庭抗礼 难道是魔教的高手 李牧心里想着 很快非洲已经到了捉锋底部 樊师兄拎着李牧 朝着战场中心靠近过去 人带来了 有人开口询问 却是寒江城少主屈雪宁的声音 去少侠 人在这里 樊师兄很是恭敬地道 被张师弟他们 在蜀山外围拦截了下来 这小子被打晕了 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 问了非洲上的其他人 据说是丁一打晕送去 让他们带走的 哦 这就有意思了 屈雪宁微微一笑 已经猜到了什么 又问道 非洲上的其他人呢 樊师兄道 已经被张师弟他们灭口了 好 做得不错 屈雪宁的声音明显很满意 又道 你带着人 随我来 中围布阵围困的西海剑派 韩江城的高手 分开一条道 屈雪宁走进去 来到战场边缘 开口道 呵呵 丁一 你看看 谁来了 樊师兄将李牧往前一拎 脚断 战圈之中 传出来了丁一的声音 然后又愤怒地道 你们这些卑鄙小人 为难一个毫不知情 武功低威的书生 也配称之为命门正道 李牧听到这个声音 不由得大惊 竟然是丁一 弥满江湖的大侠丁一 他这一惊非同小可 要知道 这些日子 除了那几次修炼之外 他几乎日日都与丁一在一起 根本就没有看出来 丁一竟然是一个如此深藏不漏的巅峰强者 李牧自认为眼光非常毒 而且他修炼的是先天工 开启了天眼 感知力和其敏锐 这么长的时间 竟然没有看出来丝毫的破绽 能够与西海一剑谈如双隐约对抗 丁一的实力绝对不低 曲雪宁哈哈笑道 对付你们这些魔教妖人 当然不用讲什么规矩 何况这个小书生可不无辜啊 他是你的同党 就算他不是魔教教徒 但他与你勾结 便是串通魔教 其最如魔教教徒一样 当天诛地灭 呵呵 丁一你 你还不束手就擒 不想你这个同党活命了吗 空偶 战圈中 传出剧烈的能量波动爆炸之声 七海一剑谈如双的身影向后飞退 脱离战圈 灰尘飞舞之中 低腻的身影 宛如魔神 前所未有地高大 浑身浴血 布满了剑痕 身上有好几处洞穿伤 但战意犹如汪洋一般澎湃 未见丝毫的萎靡之意 终身用黑色的光念缭绕 似是行走在黑暗之中的死神一样 纵然身处绝境 依旧死战不退 宁宁西海一剑谈如双的实力 要压制他 哪怕是一次次的将他重创 但是这个男人 却像是永远也不会倒下一下 依旧拥有着强横的战力和坚韧的意志 丁一 你束手就擒 我就放过这个小子一命 如何 屈雪宁冷冰冰的笑着 丁一目光 落在李牧的身上 叹了一口气 他已经提前防备 提前将李牧送出去 就是怕这个对武林江湖充满了好奇感的单纯书生 被诡诀残忍的江湖阴谋纷争卷进来 但是没有想到 奇差一招 最后还是连累了这个书生 弄醒他 屈雪宁道 凡师兄刚要打断李牧一根骨头 让他疼醒 没想到这个时候 李牧突然自己主动睁开了眼睛 倒是吓了这个凡师兄一跳 骂道 这小杂碎早就醒了 之前一直都装死呢 李牧没有理会他 看向战场中央 那个浑身浴血 宛如绝地战神一样的男子 道 丁大哥 你这是闹得哪一出啊 丁一脸上神色复杂 最终道 小段 对不起了 是我连累了你 我隐瞒了自己的身份 其实 我是神教鼠山中人 他心里 当真是很愧疚 早知道 当初不该带着这小子来鼠山 后来 其实他也是有利用李牧 来给自己做掩护 比如西海剑派的数次盘查 他和李牧相互作证 才没有引起怀疑 第540章 你到底是谁 丁大哥 你的确是对不起我啊 李牧道 你找的那些送我出去的人 是什么来路啊 吃人不吐骨头 商量着要弄死我 送我身上的财宝 还好西海剑派的人来了 否则 他们早就趁着我昏迷的时候动手了 什么 孔三他们这几个狗 娘养的 竟然 丁一听 心中大怒 道 等我腾出手来 定将他们碎尸万段 李牧笑道 算了 反正这几个错祸 已经被西海剑派的人 杀人灭口了 丁一看着李牧 觉得好像是有哪里不太对 但也没有细想 他咬牙道 小段 这一次 是我连累了你 你放心 不管怎么样 我都会保你安全 他浑身上的创口 看起来触目惊心 鲜血流淌 整个人如雪人一般 若是换做其他人 只怕是早就坚持不了了 自身难保 但这样的话 从他的口中说出来 却似是有一种让人绝对相信的力量 呵呵 真的是感人啊 屈雪您大笑了起来 鼓掌 真的是兄弟情深呢 不过 丁大侠 你已经是自身难保了 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话 还是不要说了吧 我刚才说过 只要你束手就勤 我就放过这个小书生 这句话现在依然有效 怎么样 他目光里带着戏血 看着丁一 你说的话 能做到吗 丁一冷笑 你们这些名门正派人士 连坟地里的野狗都不如 说话什么时候算过数 放肆 找死 满口胡言 中围西海剑派和韩江城的一众高手强者 听到这样的话 都勃然大怒地呵斥 七海一剑潭如双和韩江城主取义 也都眼神一寒 人往往都是这样 自己去做一些阴暗面的事情的时候 往往觉得心安理得 但一旦被人指出来之后 就恼羞成目受不了 屈雪宁冷冷地道 好像除了相信我 你现在也没有其他选择了 想要保住这个小书生的命 那就乖乖束手就勤吧 丁一看了看李牧 又看看屈雪宁 最终道 好 我答应你 希望你言而有信 他恩怨分明 男子和大丈夫 岂能因为拒死而害了兄弟 虽然也不过是跃于时间的接触 但是丁一还是真的将李牧当成是朋友兄弟的 屈雪宁的脸上 露出一丝笑容 道 好 这里有四枚封磨刺 你将它们定在经脉之中 封住你的真元修为 毕竟你们魔教的秘法手段太多 只有用我们的东西 我才能放心 好 记住你说过的话 丁一接住屈雪宁丢过来的四道流光 是四个新红色的游龙造型的瑞刺 以特殊材质打造 内部有真法式家诸家的秘传禁制 一旦刺入体内 便是破碎镜的强者 也会被限制住修为 丁一没有任何的犹豫 扑扑扑扑四声 就将这四根封磨刺 全部都插入了自己经脉通道的关键处 原本已经伤痕累累的身躯 又绷出火热的鲜血 封磨刺之内的阵法被催动 煞时间奇异的力量 涌入到了丁一的体内 将它一切的力量 都彻底封尽了下来 此时的丁一变得和普通人差不多 拥有了真气之称 他的脸色有点苍白 但一双眸子里 却依旧是灼灼燃烧的战役 和永不屈服的意志 黑色中 丁一的眼睛 明亮的像是恒星 好 真好 去雪宁大笑了起来 道不愧是魔教匿命分支的传人 敢作敢当 这样的风骨 堪比当年死在九大门派手中的匿命真人 废话少说 丁一道 该你们放人了 去雪宁微微一笑 道 嘖嘖 我突然改变主意了 怎么办 你 丁一的眼神 变得害人起来 去雪宁哈哈大笑 道 哈哈 怎么样 很生气 是不是 丁一眼神简直能杀人 去雪宁淡淡一笑 道 没错 我是答应你了 但我没有说 不能该注意啊 何况对付你们这些魔教的罪名一种 就该斩尽杀绝 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生 这个小书生 勾结魔教 罪该万死 本来饱藏酷刑之苦 但念在你自封凶为的份上 我就给他一个痛快的死法 说完 无视丁一那宛如痴人的目光注视 去雪宁回头对凡师兄道 送他上路吧 扑 刀光一闪 人头落地 去雪宁笑道 好了 现在人已经死了 你这样看着我 又有什么用呢 呵呵 要怪就怪你自己 害了他 还这么蠢的束手就擒 你 话说到一边 他突然觉得 对面叮你的眼神 有点不对 那不是悲愤欲绝的眼神 而是一种 很奇怪的表情 小心 距离最近的一位 韩江城长老 反应过来 大声的惊呼 直接出手 秋 刀光一闪 这名韩江城长老的头颅 直接废了出去 尖血喷涌 去雪宁这才回过头来 一看之下 心神俱阵 之前刀光闪过时 落地的并非是断水流的人头 而是凡师兄的人头 凡师兄的长刀 已经落在了断水流的手中 而也就是这个若书生 刚才只是随手一刀而已 就将一位圣人静的长老的头颅 直接斩飞了 你 去雪宁大害 零有了之前阴谋算计时候的镇定 难以置信 同时 想要冲身后退 李牧反手一刀斩出 去雪宁的双腿自膝盖骨一下的部分 其其断裂 就飞了出去 扑通 他扑在地上 大叫了起来 直到这个时候 其他人才反应过来 这个他们眼中的若书生 宛如虫鱼一样的卑微存在 原来竟然是一个 羞为如此可怕恐怖的巅峰强者 这种转变 实在是太令人震撼了 明儿 寒江城城主取义 怒吼一声 直接出手 刺成盟之中 寒江城以掌法最为出名 镇城绝学乃是寒江所天掌 据闻乃是天外仙人传下来的掌法 取义乃是寒江城的城主 尽得寒江所天掌法的奥义 又是破碎径的强者 寒怒出手 何其可不 这一掌拍下来 似有惊天动地的威能 周围空间都扭 李牧右手收刀 左手一拳印出 道苦心世界正道七大至尊 号称无敌 正好见识一下 轰 拳掌对撞的瞬间 天地之间有一瞬的寂静 然后便是可怕的能量爆一开来 周围众人只觉得难以承受的威压扑面而来 一个个身形不断的后撤 什么 取义的惊呼声响起 他的身形 倒飞出去数十米 才勉强稳住身形 神色无比震惊 看着李牧 这位韩江城主 完全不敢相信 自己权力击出的一掌 竟然非但没有将对手击退 击伤 反而是被对手一拳 将自己震飞了出去 周围也是一片惊呼声 今夜出现在这里的人 都是西海剑派和韩江城的一流高手强者 所谓行家一出手 就知有没有 如果说之前李牧斩沙凡师兄 在沙纳为韩江城长老 都只是让众人觉得 这个若书生其实是一个高手的话 那刚才正面硬汉 与韩江城主平分秋色 就太能说明问题了 这个若书生已经绝非只是简单的高手了 而是高手高手高高手 一道流影见光 朝着一边的丁义飞射而去 速度快如闪电 七海剑派掌门人谭如霜出手了 在看到韩江城主取一一击 无功而返之后 谭如霜立刻意识到 今夜之事 出现了变故 这个所谓的若书生断水流 绝非是三招两拾就能拿下来的 他心思玲珑 绝对不会逞强 于是第一时间向丧失了战斗力的丁义出手 尖拿住丁义 然后再来对付断水流 然而他快 李牧比他更快 尖头一矮 一个类似于翻跟斗的动作 尖斗云瞬间施展 似是瞬意一斑 人已经到了丁义的身边 手中的长刀 一刀斩出 正是风云六刀之中的撩斩 丁 一声极为细微的金属碰撞之声 七海一剑弹如双身行道飞出去 他手中的剑 已经断成两截 而李牧手中的刀 则依旧完好 阁下到底是谁 弹如双神色肃木 再无一丝一毫的轻视 瞬间的交手 他感受到了对手的强大 这是一个绝对不弱于自己的顶级存在 他的脑海之中 飞快地勾勒出无数个人的名字和形象 破碎镜的存在 在苦心世界绝对不是无名之辈 但眼前这个人 却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李牧没有理他 丁大哥 你所托非人 差点而把我陷于死地 现在被刺四下风魔刺 咱们算是扯平了 如何 李牧笑着 直接施展手段 将丁一身上的风魔刺拔取 然后为他注入一缕东方清地木器 治疗伤势 丁一简直无语 角断 你隐藏的真深啊 丁一感叹道 李牧黑黑笑着 道 丁大哥你也隐藏的很深啊 我一点都没有看出来 丁一道 那现在能不能说一下 你到底是谁 周围其他人 也都竖起了耳朵 李牧道 认识一下 在下断水流 神教鼠山秘密分支传人 丁一当时脸都绿了 神教鼠山秘密分支传人